两届香港镜像影帝黄秋生 近月已有情价演出TVB新剧《肖雄》 刚烈感言的他只指是贴钱开工 剧组近日往上海拍外景 黄秋生与TVB迎住宿事宜再报事端 据悉黄秋生不满住五星级酒店的差额要自己补贴 因此剧里力争神臣不搞定房间不开工 但TVB基于政策问题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剧作优待 双方一度处于拉锯局面 按照TVB拍外景的惯例 所有剧组人员统一入住三星级酒店 以便剧组随时将房间改建成化妆间或服装间 但这些都是五星级酒店不能允许 而枭雄剧组这次被安排入住三星到四星酒店 而TVB向来一视同仁 不论演员牌多大都会被安排两人入住双人房 若有人要求包房或安排助力随行 要自行补贴差价 不过黄秋生已经多年没有拍电视 对TVB的政策相当不适应 要求入住五星级酒店 也不满要自行补贴 身在上海的他表示条件早前已经谈好 但进了房间之后 TVB再表示不包房费 他在上海要拍半个多月的戏 那他就要补贴七万多元 黄秋生坦言自举美单那么多钱 难道要用生命去付账 于是他坚持绝对不会补房费 价差 事情一天没解决 自己一天补回去组 正当事件陷入僵局之际 黄秋生经纪公司的老大霍文西 亲自出手 为黄秋生的房费买单 事件最后得以摆平 但霍文西也表示 黄秋生要求的只是一线演员的基本条件 五星级酒店商务机位 连助理的费用包括在内也很正常 黄秋生是给面子TVB才会去拍戏 对TVB已经是没要求 他拍电影根本不止这个价格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 两届香港金像影帝黄秋生 近月已有情价演出TVB新剧《肖雄》 刚烈敢言的他 直指是贴钱开工 剧组近日往上海拍外景 黄秋生与TVB迎住宿事宜再报事端 据悉黄秋生不满住五星级酒店的差额 要自己补贴 因此据理力争 神称不搞定房间不开工 但TVB基于政策问题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剧作优待 双方一度处于拉锯剧灭 按照TVB拍外景的惯例 所有剧组人员统一入住三星级酒店 以便剧组随时将房间改建成化妆间或服装间 但这些都是五星级酒店不能允许 而枭雄剧组这次被安排入住三星到四星酒店 而TVB向来一视同仁 不论演员牌多大 都会被安排两人入住双人房 若有人要求包房或安排助力随行 要自行补贴差价 不过黄秋生已经多年没有拍电视 对TVB的政策相当不适应 要求入住五星级酒店 也不满要自行补贴 身在上海的他表示条件早前已经谈好 但进了房间之后 TVB再表示不包房费 他在上海要拍半个多月的戏 那他就要补贴七万多元 黄秋生坦言自举每单那么多钱 难道要用生命去付账 于是他坚持绝对不会补房费价差 事情一天没解决 两届香港金像影帝黄秋生 近月已有情价演出TVB新剧《肖雄》 刚烈敢言的他只指是贴钱开工 剧组近日往上海拍外景 黄秋生与TVB迎住宿事宜再报事端 据悉黄秋生不满住五星级酒店的差额 要自己补贴 因此据理力争 神称不搞定房间不开工 但TVB基于政策问题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剧作优待 双方一度处于拉锯剧灭 按照TVB拍外景的惯例 所有剧组人员统一入住三星级酒店 以便剧组随时将房间改建成化妆间或服装间 但这些都是五星级酒店不能允许 而枭雄剧组这次被安排入住三星到四星酒店 而TVB向来一视同仁 不论演员牌多大 都会被安排两人入住双人房 若有人要求包房或安排助力随行 要自行补贴差价 不过黄秋生已经多年没有拍电视 对TVB的政策相当不适应 要求入住五星级酒店 也不满要自行补贴 身在上海的他表示条件早前已经谈好 但进了房间之后 TVB再表示不包房费 他在上海要拍半个多月的戏 那他就要补贴七万多元 黄秋生坦言自举美单那么多钱 难道要用生命去付账 于是他坚持绝对不会补房费价差 事情一天没解决 自己一天补回去组 正当事件陷入僵局之际 黄秋生经纪公司的老大霍文西亲自出手 为黄秋生的房费买单 事件最后得以摆平 但霍文西也表示黄秋生要求的 只是一线艳员的基本条件 五星级酒店 商务机位 连助理的费用包括在内也很正常 黄秋生是给面子TVB才会去拍戏 对TVB已经是没要求 他拍电影根本不止这个价格 两届香港金像影帝黄秋生 近月已有情价演出TVB新剧《肖雄》 刚烈感言的他只指是贴钱开工 剧组近日往上海拍外景 黄秋生与TVB迎住宿事宜再报事端 据悉黄秋生不满住五星级酒店的差额 要自己补贴 因此据理力争 神称不搞定房间不开工 但TVB基于政策问题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剧作优待 双方一度处于拉锯剧面 按照TVB拍外景的惯例 所有剧组人员统一入住三星级酒店 以便剧组随时将房间改建成化妆间或服装间 但这些都是五星级酒店不能允许 而肖雄剧组这次被安排入住三星到四星酒店 而TVB向来一视同仁 不论演员牌多大 都会被安排两人入住双人房 若有人要求包房或安排助力随行 要自信